老公答应婚后给我补三斤 但迟迟没有兑现 我用自己上班攒下的钱买了三斤 老公和婆婆合力打了我一顿 逼着我去退掉 退掉 老娘要退掉的是你们这对垃圾奴子 这是什么东西 老公下班的时候翻出来我今天刚买的一只金手镯 结婚的时候老公家里条件不好 哀求我能能暂时不买三斤 婚后一定不及我 当时感情好 她态度也好 我就答应了下来 可结婚之后 这三斤就没影了 婆婆网上购买保健品 一出手就是两三万 老公打一晚上牌 输个小几千都是家常店饭 但只要我提到三斤 老公跟婆婆就一唱一和 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你就是虚荣 那是能吃还是能喝呢 你现在结了婚 就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老子上班累得要死 一整天就知道花钱 老子要是有钱能不给你买吗 你能学学别人家媳妇懂点事吗 我好像成了理亏的那一方 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 可三斤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一块心魔 好像被成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证明 凭什么别的女人结婚都可以买三斤 就我没有 凭什么别的女人戴着金手镯 金项链我不能戴 我虽然不是天仙 但长得也算小有自色 家里家外一把抓 兢兢业业从不投懒 为什么我就不能拥有三斤 真正击溃我的 是老公的弟弟结婚这件事 婆婆私下从我老公那拿走了三万块钱 为的就是给弟弟的媳妇买三斤 这件事我本不知情 还是弟媳妇热情甜美的找到我 嫂子 多谢你这么大方 让大哥出钱给我买三斤 这金手镯呀 我很喜欢 我看着他年轻漂亮的脸上 都是幸福的笑容 手外上晃亮着金灿灿的手镯 那一瞬 我呆住了 心里的眼泪都在流 我回到家 就翻他老公的手机 找到转账记录质问他 为什么我结婚没有三斤 说好了婚后弥补 迟迟不肯兑现 你却出钱给弟媳妇买三斤 我老公喝了酒 满脸不耐烦 三斤三斤三斤 你除了这个嘴里 就没有其他的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是我媳妇了 还买三斤干什么 弟媳妇是不买三斤 不肯进门 我愣住了 气笑了呀 好啊 懂事的人反倒被欺骗 强硬的人却会被满足 既然你有钱 就把当初的三斤不及我 我强硬地提出要求 但我老公想也不想 就拒绝了我 心里实在是难受 我这次没有在犹豫 拿出自己上班攒下的钱 去买了一条金项链 而后便如开头说的那样 老公翻出了金项链 跟婆婆一起 对我大发雷霆 你会不会过日子 拜家娘呢 金子是你带得起的吗 就是 谁家是媳妇结了婚 还买金子 我们这个家 非要被你拜光 老公跟婆婆对着我喷脏话 我站起来插着腰 跟他们对骂 那是我自己上班攒钱买的 有什么不可以 你不给我买 我还不能自己买了 老公暴跳如雷 什么你的钱 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去退了 我笑了 夫妻共同财产 那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出钱给你弟媳妇买三斤 婆婆听到这话 上来就要抓我头发 你这个不要脸的拜家娘呢 你这是戳我的废管子呢 今天不打你 这日子是不能过了 老公也对着我的脸 就戳了一巴掌 就是因为金像链而已 就是因为他们欠我的三斤而已 母子两人对我大打出手 老公打了一巴掌 想叫停 妈 别打了 教训她一下就可以了 万一她娘家 婆婆抓着我的头发不松 她娘家只顾着她弟弟 嫌弃离婚丢人 放心打吧 当初咱们不给买三斤 她娘家不是一个屁都不敢放啊 老公健壮 还要来打 我忽然尖叫一声 冲着婆婆的手就狠狠咬上去 婆婆吃痛 松手 我冲进厨房 操起来菜刀 对着这母子俩就砍了上去 贱人 死老太婆 死渣男 我杀了你们 这个晚上 以我发疯砍伤两人为结局 婆婆跟老公都受伤了 都见血了 两人报警 打电话喊我父母过来 可我不怕 警方鉴定为家庭纠纷 已对我批评教育作为结束 我爸妈深夜赶来 对我公婆老公 点头哈腰的道歉 然后指着我破口大骂 谁家的姑娘正不懂事 你敢打你老公跟你婆婆 周丹华 我们老周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知道你弟弟正在准备婚礼吗 万一被他丈母娘家 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妇 婚礼吹了你能负责吗 你怎么就这么自私 这么恶毒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 生了你个不孝顺 又不省心的女儿 婆婆在旁边帮枪 这种儿媳妇 要是放在旁人家 早就打死了 什么玩意儿 我蹲在地上 剔头散发 脸颊被老公李文浩 打得高高肿起 嘴角还带着血 眼泪不住的流啊流 合着带有欣慰的血气 可我的父母 看不见我的委屈 他们愤怒于 我让他们丢了面子 指责我不懂事 不会忍让 没有做一个好妻子 好女儿 好儿媳 可他们忘了 当初结婚 六万彩礼 被他们攥在手心 这是其中一件 令婆家能死死拿捏住我的把柄 我撕耳着嗓子说 妈 结婚之前 我放在你那里的工资 总共有十二万 还有我的财礼六万块钱 你能还给我吗 我妈眼色一变 瞬间暴跳如雷 你说什么呢 那钱不是你自愿给我的 你弟弟结婚买房用了 我没钱 刚刚还跟我妈 站在同一战线的婆婆坐不住了 立即大声说 我说亲家母 你这就不对了 孩子的财礼 你拿在手里 算怎么回事啊 还有当华的工资 十二万 怎么能放你那里了 她现在是我们李家的人 应该归我保管 两人不由分说的吵了起来 足足弄到大半夜 最终我妈跟婆婆 打了一价为结束 婆婆没能要到一毛钱 我爸妈临走时放出狠话 要跟我这样的白眼狼 断绝关系 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话 女人结婚后就没有家了 既然如此 我自己给自己弄个价 亏欠过我的人 一个也别想跑 李文浩走过来 有些厌恶地看着我 闹够了吧 你满意了吧 你也不看看你 你爸妈都不像着你 万一哪天离婚了 都没人要你 我对你还不够好 不知足 周丹华 你好好的过日子 明天把那金子给退了 拿一万块钱出来 给我妈赔礼道歉 我就原谅你 我正在收拾衣裳 听到这话扑翅一声笑了 转头把手里的袋子 砸他脸上 李文浩 你说你妈呢 我告诉你 我要离婚 我不跟你这种垃圾渣男过了 你跟你妈过去 跟你弟媳妇过去 房子我俩一人一半 谁的存款归谁 天一亮就去领离婚证 李文浩一愣 进而无所谓地笑了 你他妈以为你提离婚 能吓到我 离婚 你一个二手的 离了婚 谁还要你 我不甘示弱 你他妈不是二手的 给弟媳妇买金手镯的男的 就有人要了 你出去打听打听 谁家正经男人 给弟媳妇买首饰 不会吧 不会吧 李文浩你生事看上你弟媳妇了 这可不行啊 你这声乱 李文浩气急败坏地喊道 周当华你放屁 你不就是嫌弃我没钱 嫌贫爱富 一心想找有钱人 那你就出去卖 找个有钱的干爹去 人家老男人钱多得很 就喜欢包养 你这样下贱的烂货 说不过 就开始性别攻击 这是一些 垃圾男人的一贯操作 我懒得跟他废话 转身出去了 李文浩以为我怕了 得意一笑 但我只是转身去了卫生间 拎起来里面的垃圾桶 走进卧室 都头盖到了李文浩的脑袋上 不会讲话 就他妈闭嘴 李文浩 我要跟你离婚 你这种又漏又贱的男人 就该找个垃圾桶躲起来 别来恶心我 说完我抓起收拾好的衣裳 刚买的金子 以及身份证 房产证等就要走 婆婆在门口抓着我 你这小当妇 你敢 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滚 他年纪比我大 猝不及防备我一 巴掌干到地上 嘴里生殖器官乱飞 身后李文浩拿掉垃圾桶 忍不住干呕 我打他不离开 懒得再跟他们纠缠 很快出去找了个宾馆 专心计划怎么离婚 拿到一半房子 另外放在我妈那里的钱 也必须拿到手 这一夜 李文浩的电话 不断地打过来 各种辱骂信息 人人不断 他笃定 我只是跟他闹脾气 因为挖苦打压 扬言绝对不会跟我离婚 耗也要耗死我 耗死我 我笑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直接拿着昨天 带上了李文浩的身份证 去拉他的通话记录 长长的单子上 我一个个找 总算找到了猫腻 其中一个每天都通话的电话号码 我在微信里一输入 立马跳出来一个卡通头像 赫然是李文浩的 弟媳夫徐天天 也是 男人的钱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一个人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为另外一个人付出金钱 我心里颤抖了下 仔细回想起来才发现 其实猫腻早就有了 李文浩好多次提到 徐天天都满嘴夸赞 然后再各种点滴我 这件事找李文浩 他是肯定不会承认的 还会做一段无意义的撕扯 因此我直接找到了 徐天天所在的单位 他是一名小学教师 外形甜美 很失手欢迎 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看到我时 徐天天依旧笑容满面 嫂子你怎么来了 我原本在休婚假 但学校里忙不过来 就还是来上班了 我看了一眼他的手腕 依旧是金灿灿的大镯子 可真好看 但现在无所谓了 我但笑 我想跟李文浩离婚 房子我跟他一人一半 他不同意 你帮着劝劝 徐天天脸色一僵 嫂子 好好的你怎么想离婚 这你们俩的事情 我怎么劝 我平静地说 夫妻两个人过不好 第三个人也许有错 但并不是主要的错误 主要还是夫妻二人不合适 好就好散挺好的 我也不想闹得满城皆知 让你们所有人铃声敬毁 你说呢 徐天天脸色涨红 转头去打了电话 很快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李文浩在那边咬牙切齿 你给我回来 分 房子我分你一半 我笑了下 应了声号 离婚还算顺利 李文浩气得要诈 却生怕我揭穿 他跟徐天天的事情 大摆子跟弟媳妇有事 那他们一家子在附近还咋过 只能忍气吞声 给了我十五万 是房子首付 加以还贷款的一半金额 离婚证顺利拿到 李文浩在门口怒骂 周丹华 就你这样的女的 怪不得你爸妈都不待见你 离了我 没有男人会要你 我笑应看着他 我哪像你是的 万人迷 把自己弟媳妇都迷得团团转呢 李文浩脸色红透 气急败坏地转身走了 我拿着钱 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大餐 给自己买了两套高档连衣裙 去新做了头发 指甲 另外又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手机 以前总觉得我是个女人 不能总想着自己 要孝敬娘家 操持婆家 可现在我只想好好地疼自己 我在公司旁边租了房子 不用再做饭 伺候一大家子 也不用一下子洗尸几个碗碟 日子舒服地飞起 离婚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去 第一个找到我的 是李文浩他妈 毕竟房子分了我一半 这老太太很不服气 带着小儿子李文博 就找到了我单位 我是做电商运营的 在单位也干了好几年 婆婆一来便威胁我还钱 否则就找我领导 让我做不成人 前夫的弟弟李文博 也冲我叫喊 你打了我妈好几次 光是医药费 你都得赔不少 周丹华 我割了房子前 你不能就这样拿走 看着李文博头冒绿光 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来手机 给李文浩打电话 李文浩 你妈跟你弟弟来找我了 这个不挂我呀 反手挂了电话 把之前打印的通话记录单子 给李文浩 我跟他离婚 是因为他偷人 偷问媳妇 房子是我跟他一起买的 答应我一半 李文博一愣 看向那通话记录 前婆婆脸色一变 指着我咒骂 你这个当妇 狗嘴吐不出象牙 田田跟文浩都不熟悉 怎么可能有关系 和那通话记录 清清楚楚地摆着 李文博咬牙转身冲出去 前婆婆怕出事 立马也跟了过去 我看看他们的背影 脸上都笑淡了 李文博本来打算回家 找他哥哥李文浩算账的 内心也并不是很相信 自己大哥跟媳妇有一腿 没想到到家了 或是门是锁着的 怎么都打不开 他心里瞬间明白了 拼命砸门 屋子里 徐天天慌乱地穿上衣服 跟李文浩一起 沿着窗户往外爬 他们住三楼 以为不算高 肯定能安全逃走 可谁知道 因为太过紧张 他们中途掉了下去 徐天天当场死亡 李文浩摔得高一截摊 这一家人狗咬狗 肯定不会这么轻松地放过我 这个工作干了几年 如果不是因为李文浩 常年打击我 我早就单干了 正好现在趁着手里有点钱 我当即决定辞职 自己开一家网店 网店弄好没几天 我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妈打来了电话 周丹华 你跟李文浩离婚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 你把我跟你爸的脸都丢光了 我妈满嘴辱骂的话 我懒得搭理 直接挂了电话 他很快再打过来 兴许是怕我挂电话 这次没有再骂人 直接说了来意 我听说你婆家的人 被你害得家破人亡的 你婆婆妈妈咧咧的 说你骗走了李文浩15万 正好你弟弟婚礼马上就到了 婚礼当天需要用钱的地方多 你把15万带着 先借给你弟弟结婚用 钱又是要钱 我笑了 好啊 婚礼当天我会过去 没几天 就是我弟弟的婚礼了 我爸妈给他全款买了婚房 买了一辆20万的车 他俩婚纱照都花了5万块钱 婚礼也是在本市最豪华的酒店办的 就说我弟媳妇三斤都买的 最好的最贵的 钻戒就花了3万多 再想想当初我结婚 没有嫁妆 彩礼6万被我妈拿走 也没买三斤 婚礼寒酸十足 婚纱是我在网上花了299买的 一想到这些 我就难过得不行 最亲的人看不起你 坐见你 真是比杀了你还要难受 还好 现在我清醒了 以后再也不会再任由任何人这样欺负我 我妈打扮得光彩照人 见到我立即拉着我往没人的地方去 钱呢 正好今天婚礼结束 酒店结账用得到 你身上带十几万也不安全 我帮你放着 这种无耻的理由 用在你儿身上 真是百事不爽了 我可悲地看见他 妈 当初我结婚 你怎么不给我准备嫁妆啊 怎么周康结婚你就有钱了 全款房子全款车 钻戒三斤高级婚纱 妈你竟然这么有钱 把我的工资分财力还我吧 我妈一愣 上来想给我一巴掌 对我直接抓住手腕 他愣了 张口就骂 你这个死丫头骗子 整天嘴里就知道钱钱钱 我养你这么大我容易吗 你弟弟是你娘家人 是你将来的底气 你给你弟弟花点钱怎么了 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没良心的死丫头 我懒得跟你废话 快把你那十五万拿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认你 我甩开他的手 底气 娘家人 你确定他会护着我 现在就恨不得扒在我身上吸血 就告诉我将来他会护着我 我今天来不是当冤大头的 说到孝顺 从小你们对他付出更多 要孝顺就一起孝顺呀 他给你多少 我给你多少 现在是你在他身上花的 是我的几十倍还多 凭什么可着我一个人要孝顺 我的工资跟彩礼 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怕了 说着我就要往外冲 大声把我爸妈的所作所为都让让出去 果然我妈怕了 气得差点倒养 怒骂我一番 我就是非要出去闹 他把我爸喊来 两人气得要死 我却是一副拼了命要撕破脸的样子 最终 我妈为了今天的婚礼能顺利进行 只能当场给我转 钱 我妈一边咒骂我恨不得我死 一边转钱 那样子真是陌生至极 十二万工资 加上六万彩礼 一共十八万 收到钱的一刹那 我吃笑一声 所以妈您其实还是有钱的 但就是不愿意给我 因为我只是个女儿 是不是 妈您也是当女儿的 真的非要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吗 我爸妈脸色白了一下 但很快顾及着招待宾客 摆出笑脸出去了 婚礼很是热闹 我沿着后门出去了 再热闹的场景都与我无关了 我手里握着从我妈那要回来的 属于我的十八万 店铺开的更是顺风顺水 努力了一段时间 偶然一日遇到了契机 直接报单了 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我一开始雇佣了两个员工 到后来逐渐租赁了新的办公场地 雇佣十个人 到后来开办公司 规模越来越大 公司人数壮大到一百人 昼夜更迭 像是做梦一样 日子马不停蹄地往前过着 好像是一瞬间 我过上了跟离婚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银行卡里的数字越来越长 我给自己买了大平层 开了一辆崭新漂亮的新车 家里雇佣了厨艺极好的阿姨 拥有了专属的衣帽间 名牌包包堆满 各类最新款的奢牌首饰 摆放在我的首饰柜子里 每一样都十分漂亮 钱是很仰人的 身边逐渐出现的优秀追求者 也越发证实了这一点 别说是一只两万块钱的金手镯 就是价值十万的包包 也有人求着我收下来 而我看不上那人 直接就婉拒了 十万的包我现在自己买得起 工作之余 我也拼闻了一些八卦 前婆婆大儿子李文浩瘫痪 小儿媳妻天天 新婚没多久坠楼死亡 对方父母找到李家 闹得不可开交 小儿子李文博呢 媳妇跟大哥搞到了一起 大哥瘫痪 媳妇死了 他心灰意冷 直接离家出走 再也没回来过 整个家都散了 出门扔个垃圾 都被邻居指指点点的 他试图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回去跟李文浩 夫婚照顾李文浩 我听到之后直接乐了 想也不想挂断电话拉黑 李文浩似乎也幡然醒悟了 知道自己的电话 打不通我的号码 就往我邮箱里发邮件 每天都发 字字句句都是后悔 老婆我错了 我给你买了三斤 就放在咱卧室 你的床头柜里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永远都只对你好 这他妈不是搞笑吗 回去伺候一个废人 再说了 三斤 姐现在是缺三斤的人吗 李文浩不甘心 在对我发了那么多邮件 都没有回复之后 他开通了视频号 对着网友们 身为巨下的寻找前妻 表述对前妻来 并报出我的身份证号 手机号 以及照片 姓名 很快 我的一些合作公司 就都发现了这件事 对我的生意 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必须得回应 我知道会有这一天 当然也有所准备 直接拿出了当初 因为三斤争吵的监控录像 视频里 李文浩下班 就翻出来我给自己买的三斤 辱骂我 三斤三斤 你眼里都是三斤 都结过婚了 还买什么三斤 你是不是过日子人 我给弟媳妇买三斤 那是因为他不买三斤不进门 咱俩都结婚了 还买什么三斤 我委屈的哭喊 那是你答应过我的 你不给我买 我自己还不能买 李文浩冷笑 这是咱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拿去退了 不然我打死你 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三斤的话题 引出了太多女人类似的委屈 李文浩被骂得灰溜溜注销了账号 再不敢瞎不腾 不知哪家新闻小编 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挖掘出了我的发家史 将我的故事发了出去 感动了网上许多人 我被分为三斤立志节 当然 我娘家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 重点是 听说我创业成功 现在身价不菲这件事 我爸妈又打来了电话 他们的手机号打不通 就换号码打 见我换了信号 就求助一些调节类的节目 死活要找到自己的女儿 这一招太多人用了 某位女明星的父亲 甚至还上节目接受采访 大言不惭地要求女儿 每个月给她添价赡养费 可母辞子孝 母不辞 怎么要求子孝 我回了一趟娘家 我爸妈都在 弟弟也在 一见到我 我妈就哭穷 你弟这两年开店都赔了 现在身上欠的不少债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是当姐姐的 既然你这么能赚钱 带你弟一起干 给你第一个总经理干干 你总不会这点小事都不答应吧 我怀世一周 叹气 妈 不是我不想帮 而是公司里的事情错综复杂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周康上班的事情 而是我生病了 需要一颗肾 原本我也犹豫 能不能让周康的肾给我 既然妈都说了 咱们是一家人 周康是我弟弟 那这肾 说着 周康冷笑 你做梦 我的肾凭什么给你 爸妈也一脸为难 丹华你怎么 生了这样的病 你也知道 我跟你爸年纪大了 没办法给你换肾 你弟弟他 他将来还要养家糊口呢 怎么能给你换肾 我笑了 可是咱们是一家人啊 你们都不管我 要是网上的人知道 还不得骂死你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 好了好了 你弟弟不去你公司上班了 换肾的事再说吧 我帮你打听打听 其他人有没有捐肾的 我装作伤心的样子 擦擦泪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便笑了 有了今天的录音 这一家人在想利用网络 问我要钱 也得边量找了 日子总算彻底平静下来 36岁那年 我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 生活里最忙的 便是世界各地旅居 偶尔也会听到 关于前夫跟娘家的八卦 李文浩他妈的爱症死了 李文浩高位劫瘫 利用房子 娶了个二婚带娃的女人 还得买了三斤 可惜结婚没几天 你的村多了 他把房子卖了 然后带着房狂跑了 二婚老婆跑了那天 李文浩努力爬到窗户边上 跳了下去 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了 当初叫嚣着 就是不给我买三斤的李文浩 忍不住感叹 人啊 要坚强也要正直 否则人欺你 天也欺你 后来 我也听说了 我爸妈跟弟弟的事情 弟弟屡次创业失败 终于耗光了我爸妈的养老钱 弟媳妇也带着巨大的怨气 起诉离婚 我爸妈不甘心 想多打电话要钱 却又怕我要弟弟的肾 过了好几年才发觉 当初我是骗他们的 便开始在网上造谣 意图用网络道德绑架我 可惜 我在遥远的希腊蓝宝石海滩 正吹着柔和的海风 享用着无比美好的阳光与沙滩 任何舆论 污蔑 都在沾染不到我 也许是那对重男轻女的父母 终于发觉拿捏不住我了 开始对我提起诉讼 要求我给他们打散养费 OK 打 每个月800块 总之 会像我未成年以前 而不死 便是最大的恩情了吧 我这一生 从三经开始转折 是结束 也是全新的开始 未来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好璀璨等着我 我会加倍的 加倍的 来爱我自己 全轮完